乘车的里克中什么人都有 一旦只想在会有没法院员乘车时 他们的脸上 身上没有明显标志 就会在里克中间很难加以辨别 身上带拳子上车后选择睡觉 携带贵州物品包的 把贵州物品的包放到眼睛看过道的地方 有特异功能的处外 上车旅行不防斗 你就是拿你的钱财开玩笑 一旦遇有违法院员乘车时 个人不防斗的谁都有中奖的机会 你的朋友发现上财了 聪明的灵感就来了 我找警察去 聪明的灵感就来了 他就在里克中间他一走就到了 耳门网也有他的角色相要相反 他们是来眼冲冲 气眼冲冲 飞出者就出手 利用一个列车 到达前方站进车前 偷找那些 水大调 不防到旅客朋友的 提防手工手机钱包 车去抗 杀腿就走 现在交通电解 报警后 违法院员一旦离开了旅客列车 费时 威力 很难惹到 做不到违法院员 你将成为可爱的赞助商 你将享受为马员员 帮助你消费 给你带来的快乐 有钱或者携带 归宿物品的旅客 通过我们这种友情提示后 旅行庄民千万不要 人为的不防止 给为马员员提供机会 给自己创造旅行中的最大悲哀 人在车上旅行 钱财被违法院员偷拒 旅客朋友在这种 银沿复杂的旅行环境中 保住私有财产 没有灵丹吊药 在硬行车厢乘坐 就是睁开你美丽可爱的双眼 对你的钱 或者是贵重物品给力 通过给力 实现你的钱财 你做主 如果个人的朋友认为 钱生贷不来 死贷不去 谁花都是消费 旅行都个人防盗 确实很累 钱财被小偷偷走后 替自己消费 既幸福又陶醉 有那种消费关键的 你就放心大胆的费 都是你消费 最后祝大家提导警惕 看好前台 旅行愉快 谢谢合作 不要掌声 我们提示大家 上车旅行要注意防盗 它不是广告 我们主要注重的是疗效 但是你拿钱才能 谁敢要钱的都是你的 对啊 谢谢 여러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